好 主要各位观众 由于东北季风增强 今天是迎来了首波的降温 一早虽然是有太阳的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感受到凉意 像豆浆店面前也是排了相当多的民众 就是要来一碗这样的热乎乎的豆浆来暖暖身子 我们来听一段稍早的访问 这个天气早上喝个热的暖暖味比较好 很适合喝热的豆浆 好 可以看到豆浆店早上就是相当的忙碌 大家都想要来一点温暖的食物 这次第一波的降温会比较短暂一些 周三就会马上回暖 但是要留意的周四又会迎来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各地低温将会下探15度左右 北部的高温也只剩下20度 将会一路冷到下周日12月3号的时候 像桃园以北还有东部都会转为有雨的形态 提醒民众留意天气变化 以上是现场最新 我们将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 我是宋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